新竹兼石箱水田部落的鸳鸯谷瀑布 在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发生了亲民游客被户头风遮伤的意外 其中四人伤视轻微自行就医 而另外三人伤视比较严重 由新竹县消防局派救护车送医 46岁的张妈妈出现了意识模糊的状况 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而她的儿子则是左手被遮 流行女友更有多处受伤 痛得不断哀嚎 好在都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医院还是将三个人留院观察 感谢观看